字幕提供 哈喽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早 我是林志榮 今天是4月12號早上11點 那投資朋友昨天我沒有提到 當這個盤的籌碼來到極大指之後呢 往往是一個反轉訊號的開始 那我們可以看到昨天大盤馬上跌了60點 那這邊跌了60點呢 卻沒有跌破前破的地點 那志榮哥認為這邊呢 只是一個短線漲多的回檔過程 短線漲多修正呢 這邊與季線跟月線的乖離率 這邊呢只要沒有跌破前破的地點 會持續反覆震盪盤 那志榮哥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這邊呢是處於一個M的右邊 Party結束人未善的階段 所以有一些個股門短線上的籌碼差 這個線型凌亂的個股 你一定要先提早獲利下車 甚至呢去進場放空 如果你不會放空的話 記得一定要先提早獲利下車 因為這邊你等到致命場合可以出現的時候 你才要走的話這邊呢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志榮哥這邊提醒大家 一定要多空同時操作 用空單呢來保護你的多單 那這邊呢志榮哥還要跟大家追蹤一下三個籌碼吧 三個指標 原油美國公債殖利率跟美元指數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原油呢昨天呢是小幅度的壓回 那再來呢美國公債殖利率呢也是小幅度的壓回 那美元指數呢則是呈現一個上漲的格局 那目前呢這三個指標呢會影響到全球股市接下來的發展 所以投資票要密切去留意一下這三個指標 因為呢你可以看之前呢當美股出現重挫的時候 是因為呢出現殖利率倒掛前行 那再往前推之前 新興市場發生貨幣危機 最主要的是這邊呢 資金的全部湧入美元指數這邊去做避險 所以這邊呢這三個指標呢要同時去做留意跟觀察 因為呢這三個指標太重要了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呢 美股的三大指數 SP500 NASDAQ跟費半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這三大指數呢在昨天呢 並沒有太大的波動 主要呢還是在高檔這邊去做震盪 那這邊的重挫還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美股這邊呢也是處於M的右邊 那M的右邊呢這邊呢反覆震盪的過程中 只要出現一根呢自命的長黑K 出現一根自命長黑K呢這個行情呢就結束了 所以這邊的重挫呢就是給大家兩個參考頂位 一條呢是紅色線 另外一條呢是綠色線 只要呢不跌破紅色這條線的話 這邊呢會持續反覆震盪盤 就算拉回回撤紅色這條線沒有跌破 還是有機會再往上攻堅 只是說萬一跌破的話 這邊呢會開始回撤個綠色這條線 到時候呢會形成一個大M頭 所以這邊投資票你一定要緊盯著盤面的變化 因為呢你不留意這邊出現一個自命長黑K 你這邊前面的辛辛苦苦做多一個 辛辛苦苦做多一個月兩個月賺到的錢呢 很容易在一兩個禮拜內就完全賠光 甚至呢還倒賠 所以這邊投資票你要密切留意一下 這三大指數的變化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SP500、NASDA或是費半呢 昨天呢都是呈現一個霞浮震盪的格局 那連帶呢 使得今天加運指數呢 就是也是沒有太大的活動 那這邊呢這種歌喊笑再次提醒大家 M的右邊 M的右邊呢 2007年到2008年是最經典的例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 2007年到2008年的SP500走勢 這邊呢也是出現殖利率倒掛之後呢 2006年出現殖利率倒掛的時候 一直到2007年呢出現才進到高點 那先前這首歌有跟大家講 這個第一次下殺的時候 很多大戶呢都來不及跑 所以呢一定呢會再營造一次高峰呢來好出貨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次下殺的時候 很多大戶來不及跑 那這邊呢反彈來到高點 這邊呢高點呢是還有在創波段新高的 那你可以看到創波段新高之後 就開始呢一路向下 這邊呢向下之後 反彈上來沒有辦法過高 再出現一個致命長 下來沒有辦法再過高 又出現一根致命長黑K 所以這邊呢會不會陷入這樣的循環 是我們要提防的 這邊呢出現一根致命長黑K之後 雖然有反彈上來 反彈沒有過高 又出現一根致命長黑K 所以這邊呢 這邊呢散物呢很容易死在這邊的原因是什麼 出現致命長黑K的時候沒有跑 這邊呢反彈上來 以為行情多頭的行情又來了 結果呢馬上又出現一根致命的長黑K 結果呢這邊呢是反覆地去進場 反覆地去套牢 這邊呢中間要提醒大家 是萬一出現致命長黑K的時候 這邊呢你的多單部位呢 就不要隨便的輕易進場 因為呢會很容易受傷 這邊呢致命長黑K出現的時候 反彈呢都是你要進場去放空的好時機點 所以後面喔這邊呢你要密切留意一下 當致命長黑K出現的時候 你該做什麼動作 這邊一定要緊盯著盤面上的變化 那再來我們還是要談一下加權指數 那加權指數呢中間呢一樣給大家兩個 兩條線就是一條紅色線 一條是綠色線 那昨天我們有提到呢 當籌碼來到極大指之後呢 這邊呢會開始呢出現一個回檔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昨天的回檔呢 只是小跌了60點 並沒有跌破前波的地點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60點很多呢 但是如果你把整個線型拉長來看的話 這一波呢上漲了一千多點 昨天跌了60點也不過分嘛對不對 所以這邊呢 它回檔60點主要是修正呢 與月線跟季線的乖離率 那這邊呢紅色線只要不跌破的話 紅色線呢只要不跌破的話 這邊呢有機會呢反覆震盪 那以目前的形態上來看的話 還是處於一個多頭的格局 那是這種跟大家提醒大家 目前看起來算處於一個多頭的格局 但是別忘了 這邊是M的右邊 Party結束人未散 這邊你要提防 萬一出現一個致命長黑K的時候 這邊呢行情就開始結束了 致命長黑K跌破紅色這條線 就會開始回測綠色這條線 那萬一綠色線也跌破的話 這邊跟美股一樣 加運指數呢會開始回測9300 那如果兩倍跌幅是滿足點的話 這邊呢會開始回測8000點 所以這邊呢我們一定要緊盯著盤面的變化 那這個高檔震盪的過程中 這有個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多空同時操作 雖然目前說看起來還是在創新高的過程中 但是創新高的個股呢已經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多個股呢 是形成一個現行淋亂 籌碼淋亂的個股 這邊已經開始在回檔做修正了 所以這類的個股呢都非常 你記得持有多單的一定要先獲利下車 如果你不會做空的話 至少你要先獲利下車 因為呢目前呢創新高個股呢 已經越來越少了 反倒是這種一直在破跌個股越來越多 那你這邊呢就要開始小心了 小心什麼 這邊是不是有全支股在撐指數 然後出貨中小型那股 那你可以看到雖然說大盤今天沒有什麼漲跌 但是有一檔個股卻特別強勢 那就是2317的紅海 那紅海將這邊的指數撐在高檔 那出貨中小型的個股 那你覺得說指數沒有跌啊 那這邊有什麼好 需要好擔心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小型內股 今天呢也是跌的相對的重 所以我這邊提醒大家 多單要適時的獲利下車 同時建立你的空單部位 這邊多空同時操作 多空呢都有機會可以賺到錢 甚至當致命產業可以出現的時候 你空單賺的錢呢 會比你多單損失的錢呢還要多 這邊呢記得一定要多空同時操作 所以呢這也是這種跟在目前呢 呃這種震盪行情呢 推出一個輕鬆配多空大全配的轉換 市場上呢很少有分析師呢 會帶你去進場去做空的 這邊呢大多都是呢 從一萬一千點呢叫你做多 一萬點呢叫你做多 跌到九千點 跌到八千點還是叫你做多 跌到七千點還是在叫你做多 這邊呢隨時隨地都在叫你做多 很少像智隆哥這樣會叫你去做空的 那會叫你做空的分析師呢 大部分呢也是叫你一路做空上去的 像這一波呢從九千三呢一路嘎到這邊 一萬零八百這邊呢不知道有哪些分析師 死了多少 這邊呢有一些死空頭分析師 有一些死多頭分析師 但是呢很少像這種歌這樣 多空同時操作 這種歌呢喜歡做多也喜歡做空 多空呢會同時操作 當行情震盪不明的時候 這種歌特別喜歡多空同時操作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一些 呃在輕鬆配 拍萬之面呢 多空大全配拍萬資料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呃多方驅士股呢 呃三零三七啊或者是五四三九 新興高技呢這邊呢表現呢都相當的不錯 甚至呢四七六六的藍寶在昨天呢還是創了新高 或者是呢空方驅士股 我們可以看到的六一一的大羽之 或是一五一五的栗三 這幾天的跌幅呢也是相對的慘重 我們可以看來一下呢一些空方驅士股的走勢圖 那你可以看到一五一五栗三 這檔呢個股呢 自動哥在節目上呢提醒大家很多次了 這邊呢萬一跌破M頭的多方防守價話 這邊呢你要小心會有一段不小的跌幅 那昨天呢反彈 呃昨天前天反彈上的時候 這種哥呢有在群組上跟大家講 這麗三呢反彈上來 這種線型籌碼差反彈上來個股呢 是要讓你去進場做空的 是要讓還沒進場的人呢進場去做空的 那昨天跌兩趴的時候呢 這種哥在群組上面再次提醒好朋友 那你可以看到收盤呢是大跌了五點三八趴 所以這邊呢立三這個線型籌碼已經非常凌亂了 這邊呢反彈上來沒有辦法過高點的 都是要讓你 反彈上來還沒有過高點的 都是要讓還沒進場的投資朋友 進場去做放空的 那我們再來看到另外一檔 611的大宇斯 611的大宇斯呢這波跌幅呢是相當的慘重 這邊呢跌幅呢高達三成 那事實上這波大盤呢有沒有什麼跌到 並沒有 但是並沒有大宇斯呢去跌了快三成 所以投資朋友剛剛志龍哥跟你講的 有些線型籌碼差的個股呢 你一定呢要先提早獲利下車 就算你不會做空至少你要提早獲利下車 那如果等到致命長黑K的時候 你才要下車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檔大宇斯已經跌了三成 那萬一又出現大盤又出現致命長黑K的時候 這大宇斯要跌幾成才是滿足點 所以牌面上很多這類的個股呢 你一定要記得先獲利下車 那再來我們看到5274的信滑 那你可以看到短短幾天呢 也是呢股價呢掉了100塊 你一張股票呢就是現賠10萬塊 如果你沒有先獲利下車的話 這邊呢你一張股票就是現賠10萬塊 所以中哥在這邊呢才會推出這個輕雙配 多空大全配的專案 裡面呢有多方趨勢股 也有一些空方趨勢股 我們呢多空呢兩頭賺 多空呢同時操作 甚至這邊呢多空大全配的Part2裡面呢 還有一個私房壓相保 這私房壓相保呢 這種哥回溯資料這邊跑下來呢 一個月的獲利的平均呢也是相對的不錯 這邊私房壓相保呢等著大家來體驗 那這邊影片下方呢都有相關的表單連結 那歡迎投資朋友來這邊點一些表單加入 那再來也請投資朋友 持續鎖定志文哥的FB股結銷子或是Lighter 那志文哥在上面呢會有一些即時的多空訊息 跟大家做分享 謝謝大家